教練回營時跟我玩那場球賽的失誤 教我之後怎樣去做 我今場也有發揮到 我賣球員去吃飯時跟我一起鼓勵玩 本場就知道了不要小看別人 日本是一些很小的球員 但他們都是很弱的 我最後一場就 習得之前有一個經驗 就知道了之前的場合是難 可以知道這次的波是甚麼 經過這麼多場比賽之後 我使得全隊員的技術提高 信心蟑螂加強 學運之後知道身高高的防守球員有甚麼 可以發揮到青年輪賽的時候 輸給北韓五球 雖然我們很盡力 但別人也是稍微高一點 所以你就輸了我五比零 另一場就是到澳門的時候 我自己入了三球 我都很難忘了 我的失著就是 真的和大家的士氣高了 而且都朋友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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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